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世界之最频道,每个星期给你说一些世界之最 跟大家说战争,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是遥不可及的事 也许只有今年不少的旅游圣地如巴黎剧院,布罗尔赛机场,波斯顿马拉松发生恐怖袭击 又或者有自己国家的人在当地受伤或受影响,才会突然感受到战争其实和自己靠得那么近 战争不仅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阻碍,也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盘点,由谷至今,全球死亡人数最惨烈的战争名单 由于战争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这份名单仅供参考 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与交流 在开始之前,先请您帮个忙为频道点个关注,小本经营生活苦 完成了吗?那我们出发吧 在长达41年的征途中,这国家的军队不仅向世界各国展开了最野蛮战争 更对反抗他们的民族进行残忍的大屠杀 因此,这场战事堪称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战争 期间,几乎毁掉了40多个国家,征服了700多个民族 巅峰时期还统治过6亿多人 蒙古军征战1219年到1260年,死亡人数约2亿 蒙古军征战发生于蒙古帝国建立之后 在这期间,蒙古帝国的领土在征战期间迅速扩张 成为了世界上连续性版图最辽阔的国家 引起战争的导火线,是从花刺子魔国杀死了500名来自蒙古帝国的骆驼商队开始 为了给国家和人民建立威严 当时的皇帝成吉思汗,从1219年至1225年期间 率领军队开始了前往西部的第一次战争 战争摧毁了花刺子魔国,扩大了蒙古帝国版图 之后,为了巩固统治,蒙古帝国总共展开了三次的对外战役 版图扩大至俄罗斯、匈牙利、波兰、叙利亚、埃及、伊拉克等地方 这三次的蒙古西征,让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被后人称作世界征服者 也打通了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中国的发明如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罗盘等被传到了西亚和欧洲国家 同时西方的天文、医学、力算等知识也传入了中国 由此可见,蒙古西征对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这位历史人物所引发的一系列战士成功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 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启了欧洲崭新的时代 但也别忘了这场以武力来建造霸权的战役 也导致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死于非命 拿破仑战争1803年到1815年,死亡人数约400万 拿破仑战争是指拿破仑在1803年至1815年成为法国国王后所爆发的各种战争 也可以说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延续 这也是欧洲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战士 法国在拿破仑的治理下,成功改革并建立了一支异常强大的军队 以及一个财政和政治稳定的国家,法国国是迅速崛起 这段时期,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法国统治,雄霸欧洲 但在1812年法俄大战惨败后,国是一落千丈 拿破仑建立的帝国最终战败,让波旁王朝得以在1814年和1815年两度复辟 随着拿破仑在华铁卢败北,各交战国签订巴黎条约后 拿破仑战争终于在1815年11月20日结束 虽然拿破仑军队全军覆没,但这场战争却动摇了欧洲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 唤起了欧洲民族醒觉,加速了欧洲的民主进程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虽然失败收场 但却动摇了大清王朝的根基,有力地打击了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不过可悲的是,这场血腥的革命在短短14年内就使得中国人口巨减 死伤人数过千万,江南各地一片荒芜 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到1864年,死亡人数约7000万 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期间 由洪秀全、杨秀卿、萧朝贵、冯云山等农民 从广西津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战争 也是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场反清运动 聊起战火的主因,是因为在鸦片战争后 在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 民族矛盾的加剧,促进了中国阶级矛盾的计划 广大农民饥寒交扩,加上天灾人祸 终于在道光30年末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他以铲除大清王朝为口号,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暴动 俗话说,此不长兵,亦不长财 所以任何战争都会造成无数的人命伤亡 根据人口史学家研究《清朝末期》的《户部清策》记载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 中国人口大约4.3亿 革命失败后的人口只剩下2.3亿 其中有4000万人是直接死于各大小类别的军事战争中 虽然太平天国造成的巨大的人口伤亡率 没有一战和二战在世界的影响力大 但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次沉重的历史灾难 这场内战的胜利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条件 但内战接近尾声的期间 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除了要面对战火的威胁 还要面对传染病的威胁 单单是死于颁诊伤寒的百姓就已经超过300万 超过100多万人则死于大规模屠杀和饥荒 苏俄内战1917年1921年死亡人数800万以上 苏俄内战是与俄罗斯帝国境内发生的一场革命战争 1917年11月7日 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苏维埃俄国 不过迎接新政府的不是革命成功的喜悦 而是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敌人 内战爆发的形式 对苏维埃政府军来说都是不利的 除了要应对内乱还要应付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等协约国 纷纷为了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以扶植俄国反革命势力为理由 趁机进行各种武装干涉 苏俄内战和国外协约国武装干涉的内战历时将近5年 最后以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失败告终 这场内战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 根据苏联人口统计学家鲍里斯·沃尔拉尼斯估计 内战总共造成500万人被杀 再加上1920至1921年期间 超过400万人死于饥荒、肝汗以及各种传染疾病 这场世界著名的战争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也削弱了殖民列强力量 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这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 死伤人数超过3000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到1918年 死亡人数约1700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简称为一战吧 一战是21世纪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冲突 1914年6月28日 奥匈帝国皇储夫妇在萨拉肉窝视察时 被塞尔维亚青年枪杀 这起事件最终成了一战的导火线 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 向塞尔维亚宣战 交战的一方为同盟国的德意志帝国 奥匈帝国 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 另一方则是协约国的英国 法国俄罗斯帝国 以及支持他们的塞尔维亚 比利时 意大利 美国等 一战是现代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之一 造成各方巨大损失的部分原因 是引进的新型武器 如机关枪 飞机抛炸弹 毒气战 而坦克车更是第一次在一战亮相并投入战场 战争共出动了6500万士兵参与 估计超过900万名士兵战死 500多万平民死于军事行动的连带伤害 疾病或饥荒 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世界性大战 卷入战争的国家和地区有80多个 涉及人口约20亿 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结束以后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 世界仍然不得安宁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到1945年 死亡人数约6000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 简称二战 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 但它并不是突然爆发的 因为战争范围主要从亚洲演变到欧洲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制造 918事变 到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 前后整整经历了十年时间 才由多场局部战争逐步蔓延扩大为世界大战 二战是目前为止人类史上最大的战争 多达一亿军人参与了这次军事冲突 也是目前为止人类史上死伤最大的战争 大约2000多万名士兵和4000多万名平民在战争中丧命 其中许多平民分别死于传染病 饥饿 轰炸和蓄异的种族灭绝政策 二战期间 世界各地都发生了 各种悲催的事件 包括有犹太人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 肃清大屠杀 马尼拉大屠杀等等 主要参战国家纷纷宣布进入总体战状态 几乎将自身国家的全部经济 工业 科学技术用于战争之上 因此 这场战争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 其影响广泛地涉及政治 工智 经济 军事 外交 文化和科技各个层面 在客观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带动了航空技术 原子能 重炮等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二战也因此改变了世界局势 英国 法国等欧洲殖民帝国逐渐衰弱 美国 苏联则取代欧洲殖民帝国的地位 成了新的超级大国 并在大战后形成两强局面 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这是一场为了独立而战的战争 长达20年的战役让这个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死伤人数超过1000万 留下了100万名寡妇 20万名残疾人士 长期的战争导致经济崩溃 超过150万越南难民乘船逃离家园 虽然战场位于东南亚 但是却让进入战争的美国 经济面临大幅度滑波 并出现巨额财政赤字 越南战争1955年到1975年 死亡人数约1000万 越南战争 简称越战 是冷战期间在东南亚爆发的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 这场战争对亚洲国际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场战事也是美国参战人数最多 影响最重大的战争 最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 而越南人民军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最终推翻了越南共和国 统一了越南 不过越南战争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 初步估算大约消耗了一兆1000亿美金 各方军队与平民死亡人数接近1000万人 长达20年的越战中 美国使用了除了核武器外所有的先进武器 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成了最大的输家之一 越战期间 美国耗资2000多亿 阵亡人数高达46000多人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在1995年重返越南时承认 美国在战争中摧毁了南越的9000座村庄 6座北越的工业城市 28座省城 96座县城 留下的未爆炸炸弹遍布越南全境 不过 至今仍然没有一届美国政府 对越南战争期间 美军屠杀平民 强奸 集中营 化学武器等种种战犯行为表示过道歉 刚果盆地是非洲最大的盆地 拥有仅次于亚马逊雨林的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 地表之下也蕴藏着储量惊人的矿产资源 而今天要说的这个国家刚果金 就刚好归它所有 只可惜 糟糕的内政让国家积贫积弱 各国为了争夺这个中非的聚宝盆 连续爆发了两场战争 其中第二次的战争更被称为非洲版世界大战 第二次刚果战争 1998年到2003年 死亡人数 约540万 二战结束后 全球都在拼经济 重建家园 但是非洲却爆发了一场 堪称是非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 前后涉及非洲9个国家 20支武装组织 导致总计有超过100万人痛失家园 被迫流亡海外 第二次刚果战争 原本是国家当权者与反对派的内战 后来因为牵涉的各种利益关系 逐渐变成了9个非洲南部国家的大混战 这场战争延续2001年 刚果最高领导人卡比拉被自己的保镖刺杀 他的儿子约瑟夫卡比拉被任命为总统兼陆军司令后 长达7年之久的刚果内战才宣告结束 这场战争总计造成超过500万人死亡 伴随战争还有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比如为了生存到矿场工作的同工问题 无节制的性暴力 而导致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的问题等等 这个战火连天的国家 即使战争已经结束 但是持久性的内战 独裁统治 再加上自身科技水平低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文盲人数居高不下等不利条件 使得即使战火平息 仍然无法摆脱持平状态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纵观人类文明史 其实战争一直伴随人类左右 但我们又有多少人知道战争的本质 以及它给人类带来的启示 如果你知道答案 欢迎在下方留言 跟我们交流与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世界之最 赶快按下订阅按钮 并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 我们下期见